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没能平复争议 没想到的是就在时间播出至第八集时 26日NBC方面竟表示 男主金正炫因为健康因素需要在大结局前提前下车 且电视剧后半段将不参与拍摄 此外金正炫的经纪公司解释道 实际商在作品开拍期间 他就一直在接受治疗 医院片场两头跑 用意志力支撑着拍摄 不过近期他的病情突然加重 已经造成了饮食 睡眠上的障碍 医生判断他已经不能继续工作 需要休息 随后才在多方讨论 下决定提前退出 据悉 金正炫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患有脑癌 濒临死亡的富二代 因为提早下车的缘故 剧本或许要修改 为让他提早死亡 大约在十二级的程度 至于其他角色的戏份 是否也要一并更改 暂时还不得而知 虽然经历了态度争议 但金正炫的演技还是获得不少肯定 这个消息曝光后 也有不少网友为他加油打气 作为男主角这么早 就要下车的情形实在比较罕见 但出于身体原因也实在没有办法 在这里只能希望金正炫小哥哥能够早日康复 日后还能在其他作品里见面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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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